长情致力于心理智商辅导的花莲县生命线协会 在预防自杀心灵困顿民众的协谈 和帮助寻找社会资源解决问题不遗余力 而近年更是在艺术治疗方面开拓新的服务 即日起在松原别馆带来了诗的小宇宙 让诗流进生命里成果展 为民众带来一场感官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长年致力于心理智商辅导的花莲县生命线协会 藉由24小时全天候不休息的电话服务 在民众有需求的时候拉对方一把 这次花莲县生命线协会将诗带入生活 即日起至8月7日 在松原别馆带来诗的小宇宙 让诗流进生命里成果展 要透过诗句与生命的互相流动 邀请民众走进动人的小宇宙 我们的文字决定的是谁是揭开你的面纱 跟你深层沟通的人 诗文学就是深层沟通的一个 很棒的工具 不管是读或是写 诗都会让你找到灵魂之交 最会写的是小孩子 然后最慢进入状况的是大人 但是没有关系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当诗人 可是我觉得诗意的实践 最棒的是在哪里 诗意的实践 其实最棒的是在生活里面 我们不只是在纸上或是键盘上 才能够写出一首诗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把自己创作成一首诗 所以分擾的时刻 我们就多推动读诗 多读诗吧 花莲县生命县协会 已经成立45周年了 那在这一年呢 我们特别有很多艺术的治疗的课程 引进来 如意形现化 用大家的画笔 画出自己心里的情绪 用这个诗词 我们来创作出自己心里当下的感觉 那主要这些 艺术治疗的课程引入呢 主要是能够抒发 我们因为接线 所以积累了很多负能量的社工 能够放松自己 能够回到他们原来快快乐的生活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希望这些社工 学会这些艺术治疗的课程之后 也可以带给我们辅导的个案 能够借由这个音乐 能够借由诗词 能够借由我们的绘画 能够重新展开他们幸福的未来 那今天这个让诗留心生命里 就非常感谢韩力廉韩老师 在我们生命线开课 教导所有志工好朋友做诗 用诗来抒发他们心情 表现每一个人 他心里的当下的感受 那相信这个展览 对您也会有非常多的启发 让您试着尝试用这个纸笔 写下你当下的心情 抒发你心中的郁节 赢些美好的人生 生命线透过艺术治疗 开拓新的服务 目前生命线志工于 线上服务总计180多位 平时协助民众解决心理痛苦 也承受负面能量 因此引路画作帮助志工抒发压力 今年更扩大结合在地作家韩力廉 用试的方式来进行艺术疗愈及呈现 适逢生命线45周年 期盼透过成果展 邀请民众在文学和艺术中 寻得内心的宁静祥和 也给予生命线协会更多支持 接着讲包衍和联施报导